当摄影从爱好变成一个职业 生活当中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那么实际上从我做了职业摄影师之后呢 就很少有节假日了 以前呢我还做过好几年的婚礼摄影师 婚礼呢一般大家都会选节假日或者是周末结婚吧 所以基本上只要是大家想要去放假的日子 那么摄影师呢就会变得非常的忙 如果再拍一些商业的摄影呢 平时也都是24小时随时待命的这么一个状态 有的时候呢这个档期挤不开了 确实也要在周末或者是节假日来加班拍摄的 那么现在呢我又当上这个摄影博主了 像平时拍摄自己的一些项目 然后还要抽出几天的时间来做视频 还有课程来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所以基本上也算是没什么假期了 但是呢其实也有一些好处 那就是随时都在工作 随时都可以休息 时间非常的灵活激动 那今天有空了 就休息干着别的 那么今天没空呢就做一些后期和拍摄的工作 还有一些准备的工作 所以说各有离弊吧 时间是灵活激动了 那么同时也会带来一些不稳定性 作为职业摄影师的话 实际上每天还是会有一些焦虑的 因为收入和来的活都不是特别的固定的 有的时候特别的忙 有的时候特别的闲 那么如果刚好最近活比较少的话 可能就会有一些焦虑 这一个月的房租怎么办 下一顿的饭钱打哪来 但是这种焦虑 不会因为做的时间越长就会消失了 因为其实咱们焦虑的地方 还是很复杂很多的 不光是为钱焦虑 还有发展的问题 自己如何提高等等等等 非常的复杂 所以作为一个 我觉得不光是职业摄影师吧 我认为只要是不给别人打工 是给自己打工的 做一些独立的事情 那么都会去面对这样的问题 收入我认为可能会是 在一开始选择从爱好变为职业的时候 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我印象中我在之前有过一段时间 可能有一个多月吧 我的银行卡里只有十块钱 我都不知道那一月我是怎么过来的 反正也不能说一直就没有收入吧 但是反正这十块钱是取不出来 也没有更多的钱往里放了 摄影师这个职业 其实听起来属于比较的光鲜亮丽的 无论是拍的商业活 还是拍模特 还是全世界满处飞去拍风光 其实整体来讲 摄影师这三个字 我感觉都有一种很神秘的光环 很多人都会觉得很好奇 或者是很想成为一名摄影师 摄影师这个职业在最开始特别信我的一点 就是他每一次干的活都不一样的 像咱们在一个单位打工 每一天基本上就这点事 闭着眼都能数出来 从大早上起来开始干嘛 一二三四五这一套 反正做完了就可以下班回家了 每一天都是这个样子 做摄影师最信我的一点呢 就是拍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每一次呢都是很有新鲜感的 但是实际上呢 摄影师的这个职业呢 它是有一些流程上边的一些重复性的 比如说每一次我们去拍 其实都是从计划 然后勘察现场去拍摄 然后后期 然后成片 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 只是每次准备的这个情况不一样 环境不一样 拍摄内容不一样 和后期的内容不一样 但是大体上如果拍摄的案例足够多 就会发现它是有很大的重复性的 那么反思在过去的十几年里 我作为职业摄影师 我认为这种惯性的思维 也就是重复一件同样的事情 太多次之后 其实也是比较伤脑子的 感觉有一种洗脑式的感觉 很清楚的记得在我一开始进入这个行业 去尝试做一个更好的摄影师的时候 我会非常努力 然后学习 每一次拍摄都会去寻找一些新的东西 在之前会做很多新的功课 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 干的这些事次数越来越多 它的重复性上来之后 就会有一种惯性思维 反正这一套一二三四五我都做到位了 就差不多可以及格了 那么时间长了摄影就会变成一份工作 或者说一种挣钱的能力吧 我认为这种思维其实挺嗨人的 导致到今天我都很难再去摆脱这种惯性的思维 其实不是说只是拍婚礼这样 是拍任何一个都会这样 甚至于说做这个频道的视频 也会隐隐约约让我有的时候感觉到这个 因为每一个星期都要重复这样的一个流程 每个星期都要重复一套要做的这些事情 那么时间长了呢 就会缺乏一种创意性 因为毕竟不能每一个星期都去搞创业 频率越高 拍的次数越多 那么这种创意性好像就会逐渐的变少了 所以我认为其实摄影师的焦虑也在于 面对这些事情吧 就是当你发现自己不再有创意了 或者说自己累了 或者说自己想偷懒了 就会反思自己 哎 是不是不应该这样 不应该忘了初心是怎么样的 很多东西呢真的是说起来容易 但是做起来非常非常的难 而且时间会过得很快 我清晰地记得在我今年年初的时候拍了一期视频去说 哎 该如何去追求梦想 那么距离这个视频到今天可能都已经半年多了 那么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边实际上我每一天起床都会有这种焦虑 都会有这样的思考 会去思考自己未来该怎样做 现在每一天做的是否都让自己满意等等 所以不光是经济生活带来这种焦虑 那么对于自己做这件事情是否让自己满意的也是一种焦虑 毕竟咱们想要去做一个职业摄影师 还是想要让自己更享受这个工作的过程吧 成为一名职业的摄影师呢 我真的没后悔过 虽然之前有动过念头 是不是应该去干点别的保持这个爱好 但是整体来讲呢 我没有后悔过 并且非常非常的庆幸 我在十几年前选择了去做一名全职的摄影师 也非常庆幸在四年前选择做这样一个摄影博主 以及全职的风光摄影师去做今天的这些事情 因为没有这四年的每一天就不会让我有这样的感觉 那实际上我特别的享受和感激 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能够现在每一天一睁开眼就去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 并且对这件事情非常的有热情有动力 像今天吧 早上起来五点起床 如果是搁以前 我肯定会想 我为什么要这么早起来呢 我连八点起床去上班都不愿意 怎么会愿意五点起来呢 当兴趣变成职业 确实会有一些比较无奈 让我们不得不去面对的难题 但是大多数时间我认为 虽然有这个难题 但是我也非常的有动力 想去解决它 想要让我的每一天变得更好 每一次拍摄都非常非常的享受 感觉时间没有被浪费吧 最近这些日子确实更新的稍微的少了一点 也正是在思考一些东西 那我呢也会很努力的快点回到正轨上 在此呢就特别想感激大家对我和这个频道的一个关注和支持 能够让我觉得我每一天所做的事情呢 特别的值得特别的有意义 因为没有你们的支持的话 我可能都不会做到今天 很多事情啊还真的是挺难坚持下来的 一定得找点外界的东西呢 刺激自己一下 那我自己呢也会很努力的继续去分享 我在整个的这个职业的过程当中 以及学习提高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一些想法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在这个频道里边呢 我也会继续的分享我所使用的设备 我所遇到的一些问题 我的一些拍摄经历 还有呢就是作为一个从业者 我对这些事情是怎么样看待的 那么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知道的话 我呢会尽量的在未来的视频当中 给大家来做一些解答 好嘞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吧 拜拜